经常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刷到很多的一些大片 出自于哪里呢 出自于龙泉山的丹景台城市之眼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到了这里 去寻找一些关于春的气息 究竟这里包含了哪些关于春的因素呢 一起去寻找吧 这里是成都市龙泉山的丹景台景群 它位于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惊奇独特的造型也被叫做成都的城市之眼 吸引了众多游客 在这之前 嘉欣县带你打卡一处极具科技感的地方 这里是城市之眼能够最有益于一个地方 叫做种子银行 在种子银行大家可以看到 哇繁星点点啊 每一颗小星星呢 里面呢都住着一堆小小的种子 然后呢如果你对这个种子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了解它的具体的信息 每一个种子在这里都显得特别的美 因为有着灯光啊 还有一些装饰品镜面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这些种子 其实每一个种子好像都离自己非常的近 而且每一个种子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屋子 有自己的一个故事 你看这里好像未来事件啊 你想了解哪一个你就点它 然后它就会有非常清楚的一个介绍 你看这里就是介绍五真松啊 是属于什么样的植物 它本来原产地是在多少高的海拔啊 哇讲得清清楚楚的 接下来是画像 嗯原来它是胡桃做的 小朋友一起来这个地方来研学 我相信不仅可以感受得到春天的气息 还能够获得很多关于春天的一些知识 展览馆通过科技方式展示了各类知识 它让我们开拓眼见 生动地感受自然魅力 是为小朋友们科普知识的不爱选择 周末春流的好去处 千万不要错过这里哦 我们一方出来之后 我们就要登上城市之眼 去登高望远了 让我们看一看上到城市之眼 我们会看到哪一些关于春的好景色呢 快一起登山吧 原来以为我这里已经是高点了 那没有啊 在我的对面已经看不到的方向 那里还有一个叫单景阁的地方 如果大家还想在更上一层楼 可以去到单景阁上面 风景会更好 但我觉得我这里已经很棒了 你看下面所有的美景 尽收眼底 而且这里还有可以看得到 一个非常出名的网红打开地 玻璃战道 走 现在带大家去玻璃战道上面 感受我们一份惊喜 沿着旋转木道 走上360度观景平台 视野开阔 远眺能够看到完整的三叉湖 而不远处的玻璃战道 又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在等着我们呢 有人登高远眺 有人偶远站岛 不远处的身影感觉好熟悉啊 这位来自远方的客人究竟是谁呢 一起来打个招呼吧 阿姨的旅途正在播出 成都有一句谚语啊 只要来到了城市之眼 就能够碰到心愉的男孩 城市之眼说 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但是今天就被我们碰到了 小虎 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眼熟呢 给我们所有的 电视剧眼的观众们 说嗨一下 大家好 我是内蒙古呼伦地儿 厄伦村的小虎 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这么荣幸 能够看到你们呢 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做 交换家乡文化 然后希望呢 能到大家的家乡去转一转 把优秀的文化学习到 我们的家乡 然后把优秀的文化 再融合到一起 随着哈尔滨的爆火 这个来自中国北部神秘 而古老的民族被大家所熟知 由于世代生活在丛山密林当中 厄伦村族服饰特征鲜明 文化色彩浓厚 今天可不可以给我们 稍稍地介绍一下 你们神秘面纱之帽子 这个帽子太吸引人了 因为刚才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突然就看到他这个帽子 我说哇 你这个帽子好好看啊 去路吗 结果不是 是袍子 对 这个是我们的袍脚帽 也是飞移 我们的飞移的一部分 这个跑脚帽是我们长辈代代相传下来的 然后大家很感兴这个跑脚帽 是因为它的外观 它第一个是能起到保暖的作用 就是它会 可以放下来的 对 它是可以起到耳朵保暖 然后都会有涂疼 我这 对 这上面还有一个花纹呢 还是绣了的 每个人的帽子的花纹不太一样 那我们外族人的话 应该就是不能够拥有这样的帽子 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 嫁给沃伦春族的 对 或者是娶一个沃伦春族的女孩 哦 只能沃伦春族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群 对 当孩子到一定年龄的时候 我们会传承给自己的玩伯 通过小虎的介绍 我们也对沃伦春族的文化和历史 有了新的认识 如今的沃伦春族人 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展现出了新的生机 他们的故事 会被像小虎这样的族人继续书写 他们的精神力量 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 这次来到成都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 比较深刻的印象 跟我们分享一下 它的天气也让我放松 人也让我放松 体验到这种巴士的魅力 对 慢慢的享受这种巴士的感觉 才能够找得到 可以戴一些顶帽子的女孩 可以 我们最后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小虎哥 来教我们一下沃伦春雨 然后用沃伦春雨说一下 你好可不可以 这是神秘的语言 可以 呃 哎呀 哎呀 嗯 那如果看到你很惊喜 那是哎呀你好 那怎么说呢 哎呀 哎呀 那我们一起来 三二一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